新北市新庄區中港路這邊 今天小一點多是發生了一起嚴重車禍 就在那時候呢 其實當時是有一輛黑色的賓士車 因為不明原因呢 直接衝撞了路旁的9輛機車 不過當時呢 是有一名女外送員 坐在其中一輛機子上 當時呢 她是剛準備送完餐 準備要騎車離開 沒想到呢 這輛賓士車一撞 現場呢 這個零件四散 而且呢 這名女騎士呢 這名女外送員呢 也是當場呢 被夾在這些機車堆當中 當場呢 是失去了生命機箱 而現場可以看到呢 不僅呢 零件四散 就連當時女外送員 所有的物品呢 到現在都還殘留在現場 這個撞擊力呢 可以說是相當的大 而目前呢 警方呢 也正在現場處理當中 不過呢 為什麼好端端的 這輛黑色賓士車 會直接朝路邊來衝撞呢 目前呢 這駕駛 以及當時車上的 一名乘客 都已經被送往了 這個交通分隊 要來進一步的 釐清當時的狀況 就有很多 可能會有很多